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轿车内只允许一个人不能够有乘客 全国47个疫区从今天开始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消毒工作 明天会继续消毒 民众受处留在家里全面配合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再新增156起确诊病例 同时有三名确诊病患不幸死亡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626起 累计死亡人数一共是37人 卫生总监达顿诺医生在卫生部召开记者会 汇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他在记者会上公布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156起确诊病例 使得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626起 其中有1290起确诊病例和大城堡伊斯兰传教士集会的感染群有关 同时我国今天也增加了三起死亡病例 使得国内的累计死亡病例达到37起 另外 农云上指出 今天痊愈出院的患者有91人 创下单日最多人康复出院的数字 目前 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达到479人 另外还有多达2110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有94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62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许兰俄州的确诊病例最多 今天新增了33起 使得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12起 累计死亡病例3起 再过两天 也就是4月1号 全国将会进入第二阶段的14天行动管制期限 政府今天宣布从4月1号开始 会进一步收紧管制 国内的所有超市 商店 邮站和餐馆 一律只能够在早上8点到晚上8点营业 而送餐服务也受到同样的时间限制 时间是由8晚上至8晚上 连续航空间也由8晚上至8晚上 另外政府也宣布从4月1号开始落实的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将会更加严格 其中私家车只获准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在公路上行驶 这项指令包括了低适和电子轿车 这也就是说民众在晚上10点过后不能够出门 同时国防部高级部长Ismail Sabri强调 在行动管制令升级后 所有民众出门时车内只允许一个人不可以有乘客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Ismail Sabri指出 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会从4月1号 也就是行管令第三个星期的第一天开始执行 其中公共交通的运作时间没有改变 依旧可以在早上6点到10点 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运作 不过私家车出门行驶的时间则被限制 包括低适和电照车只能够在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这段时间提供再送服务 Ismail Sabri强调除非是紧急状况 否则每辆车只破准一个人在车内 当 operasi pengangkutan awam kita kekalkan kita kekalkan dari 6 pagi hingga 10 malam dan juga daripada 5 petang hingga 10 malam kita faham ada pekerja yang shiftnya berakhir pukul 8 ataupun pukul 9 malam jadi mereka masih boleh menggunakan kenderaan awam kecuali teksi dan e-hailing dibenarkan beroperasi daripada 6 pagi hingga 10 malam berterusan termasuk kenderaan-kenderaan persendirian dan seperti yang telahpun kita maklumkan bahawa kenderaan persendirian walaupun dibenarkan untuk keluar membeli bahan makanan dan sebagainya tetapi kita tetapkan satu kenderaan untuk satu orang untuk satu kenderaan 至于负责再送粮食或要物的商用车辆 Ismail Sabri则说 政府鼓励他们在晚上7点 到隔天清晨7点之间使用公路 但这并非属于强制性质 政府早前为了鼓励商家 从国外进口口罩 宣布将三层式口罩的零售顶价 提高到两令吉 引起热议 今天政府宣布 4月1号开始 三层式口罩的顶价 会从早前的两令吉 调低到一定级50仙 国防部高级部长 Ismail Sabri是在布城的记者会发表言论 他指出 政府会不时检讨口罩的价格 一旦市场价格出现下调 政府就会重新检讨顶价 Ismail Sabri也提到 有本地制造商生产的口罩 数量其实不多 在我国市场上售卖的口罩 大部分都是进口自国外 因此政府决定将口罩顶价 重新制定在一令吉 50仙 为了防范新冠肺炎 全国性的消毒行动 刻不容缓 全国多达47个疫区 从今天开始进行长达 三个小时的消毒工作 这项工作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 也就是今天和明天 因此民众受处留在家里 以配合当局的消毒工作 这次消毒行动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Zuraida也亲自参与 以监督所有消毒工作的进展 他说有关消毒行动 是由地方政府 房地部 全国消整局 固体废料及卫生管理机构 一起联合展开 参与的人包括消整人员 警方 市政厅官员 志愿团队和卫生局官员等等 他说这次消毒所使用的成分 都可以在五分钟内 达到杀菌的效果 不过这些消毒剂 都是企业基于社会责任而贡献 因此当局的负担并不重 这次消毒行动 涉及的疫区 包括巴达林 班迪谷 芙蓉 如佛新山等人流多的市区 这些地区的行人道 巴士站和巴沙等地方 都会消毒 他也促起民众 在这个时候 尽量不要外出 以配合当局的消毒行动 达到遏止病毒扩散的目的 他说只要疫情有所缓和 那么大家就可以恢复 以前的生活 为了确保私人领域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依然能够依法发放薪资 政府宣布获准私人企业 让最多两名来自 人事部或财务部的员工 在明天或后天 选择其中一天 回到公司处理薪资的事宜 人力资源部放告指出 私人企业可以选择 在明天3月31号 或是后天4月1号的 其中一天 让最多两名来自人事部 或财务部的员工 回到公司 处理发放心资的事宜 由于目前国内 正在实施行动管制令 民众受挫逗留家中 因此人力资源部 在文告中呼吁雇主 记得准备授权文件 给负责回到公司 处理相关事宜的员工 雇主需要在授权文件 列出负责员工的 全名和身份证号码 并且附上雇主或主管的 联络号码 以作为确认用途 而被安排回到公司 处理相关事宜的员工 则必须带上公司 发出的授权文件 假设遇上执法人员检查 便可出示证明 在亚罗市大有七名商家 屡劝部厅不遵守行动管制令 超时营业 结果这七名商家被执法人员 个别开出了500令吉的罚单 七名商家屡劝部厅 无视行动管制令超时营业 结果被亚罗市大市政厅 执法组开出每人500令吉的罚单 该局也在取缔行动中 逮捕了一名47岁 无法出示合法证件的印度籍男子 亚罗市大市政厅 昨天晚上8点开始 在区内展开取缔行动 对七名超时营业的商家 开出罚单 包括杂货店 饮食店 水果饭等 亚罗市大市政厅副秘书 Mama Riza表示 该市政厅已经规定 行动管制令期间 所有店铺的营业时间 只是限于早上6点到晚上8点 超时营业的人一定会受到对付 他说 执法组已经多次口头劝告 和发出警告信给微利的商家 但是他们依然一意孤行后 因此在昨天的取缔行动中 执法人员直接向他们开出罚单 他说 当局是根据地方政府法令 第109条文执法 而取缔行动将继续进行 以确保室内的商家 都遵守行动管制令 霹雳州大臣 Datushri Amafaisal宣布 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援助 有关的援助将汇集州内的人民 前线人员 执法人员 商人和小贩 Ama Faisal表示 在联邦政府推出国家 振兴经济配套之后 州政府也会响应有关配套 推出一系列会民政策 而人民一起度过难关 尤其是那些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失去收入的家庭和原住民 联邦政府推出 tambahan peruntukan sebanyak 800,000 它说在推出这项特别援助计划中 州内59名州议员获得的拨款会从2万令吉增加到4万令吉 而医护人员、执法人员、除草员工、垃圾员工和基础服务员工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300令吉的援助金分开三次发放 另外,州政府也会拨出620万令吉发放给12,413名登基的小贩和从商的人 同时也会延长多项偿还贷款计划的期限 包括公共房屋计划租金和基础设施的租借费用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指出 该委员会和电讯公司合作提供总值11令吉的特别配套 以确保政府宣布的经济振兴配套能够照顾每一个群体 尤其是B40和M40群体 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出的新闻稿 从4月1号起直到行动管制令结束 电讯公司将提供价值6亿令吉的互联网数据 在这段期间,国内所有后付费和预付费的电讯客户 每天可以享有BGB网速的免费上网 另外,电讯公司也承诺在今年第二季投资4亿令吉 以提升包括医院、政府机构、执法单位 以及媒体中心的网络覆盖和网速 不但如此,邮政和快递公司也会推出额外服务 确保经营网络生意的商家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付费电视台还会提供各项优惠给人民 好让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民众可以免费观赏有关电视台的节目 国家安全理事会今早透过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告 驳斥最近一些在网上散播关于新冠肺炎的各种不实消息 文稿内容提到 其中一则在网络流传的假新闻 是指彭亨劳务警区主任对劳务的居民发出指示 禁止他们在中午12点之后离开自己的住家 第二,彭亨北根卫生局也没有要求 曾经前往彭亨州境内20个地点的人士 立即前往邻近的健康诊所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第三,沙巴州亚币普塔坦的超级市场 有员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也是子虚乌有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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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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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